如何搞定岳父 这个小伙子的选择是 变成怪物 这里是金熊猫放映室 用三分钟解读一个好故事 作为一个即将入赘豪门 继承家业的女婿 约翰尼本该过得很幸福 但问题出在 他的岳父不是一般人 或者说根本不是人 在动画边《精灵旅社》 《变身大冒险》所架构的世界中 源于东欧传说中 最知名的吸血鬼的男主角 德古拉伯爵 主打的就是一个活得长 但无论什么物种 年纪越大就越怀旧 听说新兴人类女婿 准备把他百年的老字号酒店 改头换面 千年老鬼岳父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但他眉头一皱 系上心头 直接给接班人 赖了一个萝卜招聘 宣布只有怪物 才能继承家业 你以为这下女婿 就能被拿捏得死死的 错了 要是没点执行力 我们的约翰尼 也娶不到吸血鬼公主 她借助怪物防茜枪的帮助 说变怪物就变怪物 还互打互撞的 将岳父变成了人类 于是 翁尻俩的当务之急 从女婿容姻继承人 换成了岳父 变得给吸血鬼 而为了修补好光线枪上 破碎了水晶 以重新获得魔力 这对冤家翁尻 必须前往南美 不见天日很多年的德古拉 不得不在热带雨林 洗起了日光玉 那感觉还真有点刺激 而沉浸在新鲜感中的 约翰尼还不知道 怪物光线有着很强的副作用 不过 这段一言难尽的冒险 倒是让德古拉发现 无论自己有多瞧不上女婿 关键时候 这个其实正在不断变异的 半个儿子还挺靠谱 正当公主俩温馨的粗膝弹心 一路追来的女儿梅维斯 让场面陷入尴尬 约翰尼这才知道 所谓只有怪物 才能继承精灵武射的规定 只是岳父的谎言 冲动让约翰尼变成了魔鬼 万万没想到的是 冒着生命危险 找到水晶的梅维斯 终于用光线射中丈夫后 却什么都没有化身 观影无数的你 可能已经猜到了 在这种类型的电影里 要想打破魔法的唯一方式 就是真心 面对来自岳父 这么有诚意的真情告白 女婿还能不被感动得 好好做人吗 人们常说 血浓于水 但血缘关系 并不是成为家人的唯一理由 更不是维系感情的 唯一纽带 也许你的家里 没有独特的百年酒店要继承 但一定有可以敞开心扉 无私分享的信任和爱 金属猫奖参品作品 持续推荐中 敬请期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